中文字幕——YK 欢迎来到玻璃区都要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鸡与晨 大家好我是汪牛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学 大家还可以获得礼物 其实方法很简单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打开我们的手机 微信摇摇的摇电视的功能 对着屏幕摇下的话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摇奖平台当中 礼物多多 机会多多了 是的 我们本周要送出的礼物 就包括最新上映的电影 《一个小子》 以及《饥饿游戏3》的全国通队券 还有《agogo》的K歌券 以及各大明星亲笔签名的礼物 只要大家拿出手机摇摇就没问题了 对大家来说完全是很大的惊喜 那说到惊喜的话 我们的东南卫视在2016年的时候 也会给我们全新的改版和升级了 而且2016东南卫视媒体资源发布会 在如火焰般的舞蹈中成功展开 当天东南卫视总监陈家伟等领导 集体共同亮相 分享了东南卫视2016年的全新频道定位 以及新节目资源 发布会上更是直接放大招 让观众对全新升级改版耳目一新 如果周杰伦和蔡林双接颠覆性同台 让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惊呆了 这就是东南卫视要告诉观众的 昔日王牌节目超级明星脸 即将改版再现 当然以海洋时代 春华情怀的全新频道定位 迈入海洋2.0时代 不仅是当娱乐生活家更要做新闻观察者 发布会上总监陈家伟先生 以最近恐怖奇迹案例做背景 强调新闻焦点的回归 如果世界这么乱 我觉得很多人会关心新闻 因为新闻毕竟跟我们生活新鲜光 这个综艺节目 可能是我们自身吃饱之后 它就非常安全之后关心的事情 但新闻的事情 跟我们关系太大了 而此看来 无论是即将拥有30段的娱乐生活节目台 还是迎来最大规模改版升级的 海峡新干线 海峡舞报等台海反快新闻节目 只能说属于2016东南卫视的 海洋2.0时代 值得你们的期待 是的 我们东南卫视要进入海洋2.0时代 接下来我要解决一下温柔 你有没有进入到你自己的2.0时代 我已经升级3.0了 干嘛 做体检 我觉得有胸肌 没有点吹牛皮 前段时间你都说你要开始强身舰舔 但是你的身心没有什么变化 我发觉我是有健身 但是很容易放弃 可是就是我对我的身心 还看得下去 就没有受太多的刺激造成的 你说到刺激呢 我觉得最近娱乐圈的 这个赵薇有可能是受到刺激 前不久他的好朋友 所有朋友不是晒出一张 在这个健身房里面 健身的照片吗 后来呢 赵薇在出席各大活动的时候 也被人说这个体态略显风雨 所以呢 赵薇现在开始健身和跑步 完全加入到这个健身的行列 当时很拼啊 对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光健身和跑步还不够 要健身和跑步一起来 在游泳池里面跑步才行 我明白了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增加人体的各个的阻力 这样子的体力 就消耗更大 更容易受身成功 看来很懂豪啊 不过我跟你说 现在你还来得及 闽江罗勇在等着你 给我知道 我干嘛去罗勇 我又没什么票房的压力 我又不需要随随变成罗勇啊 昨天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在福州举行校园首映辉 男主角王大陆 在同学们充满少女心的 呼喊中闪亮登场 这部呢 上映后便一举成为2015年 台湾华语票房冠军 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让承诺票房铺三亿台币 就要裸勇的王大陆非常无奈 做吗 我在 有完成 有承诺啊 我们是有没有承诺的 要做到 一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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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不得不说 为了今天啊 王大陆也是活出去了 那此次电影转向大陆市场 如果再创佳季破十亿 你会为台下什么热情的王太太们 再托一次吗 不会再托了 因为托过了 托第二次就很 我个人可以承诺的是 maybe请那个电影公司 他们办一个 就是影迷的见面 影迷见面 对啊 亲自来达识大家 给影迷每一个人一个人抱 一个人抱着 下边电影 哇 这么多的王太太 你抱得过来吗 昨天的颜亚伦在台北出席公益点灯活动 04年出道至今 颜亚伦在游乐圈摸爬滚打了许多年 曾经的青涩少年 也要迎来自己30岁的生育了 只是呢 不知道到了儿力之年的颜亚伦 会感觉压力山大吗 不会耶 很期待相反 因为男人 在这场你看 男人都是越活越有魅力 女人也是啦 花兄的很多圈能的艺人 为了庆祝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会做些出格刺激的事情 来为自己的人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知道30岁的颜亚伦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出其不意的惊喜呢 我很想要剃平头 但是人工是不老气的 对 所以 未来可能会走 就是 发型很简单利落的感觉吧 想挑战这个路线 现如今呢 秀进暖心高颜值的花美男 已经不吃香了 新阅系老干部男神 还是妹子们的心头号呢 接着呢 被称为老干部的清华男神李健 回到母乡 为看见李健四大高校见谈会 做主题演讲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男神 可把妹子们高兴快了 向健哥男神大大 我是你的脑藏粉 我是你的脑藏粉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很喜欢你的音乐 然后你给了我很多温暖 很多动力 很多思考 我备战高考的日日夜夜 只要想当你成为这座园 我们这里 大概意思就是能跑上新华 都是因为你 为了和偶像做校友 这位姑娘还真是满屏的嘛 不过呢 这还不算了 眼瞅着偶像早已名草有主 没自己的事了 那粉丝们可就不干了 登场哀怨大呼啊 男神大大 今生我做不成你的小贝壳了 怎么办呀 爱自有天意 小姑娘 哈哈 人当天就定 妹子们还是淡定点为好呀 而当天的现场呢 除了众多的粉丝 月经捧场之外 没有来闹现场的网友们 也和李健进行的互动 对李健抛出了一个问题 大学时期 谈恋爱靠谱吗 日球是讲实不太靠谱 98年毕业 我当年写了一句诗 这是一个分手的季节 哦对 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因为毕业了 院里选择多了 基本都分手了 听起来真的很伤感 看来的李健哥哥 是有精力的人啊 结果呢李健一不小心 就自暴起当年校园恋爱的青涩往事 毕竟能够谈恋爱的人非常少 我们班三三个人 毕业的时候 只有三个人谈恋爱 这个比例实在是令人 我算 我算半个 半个是怎么讲 因为我谈恋爱一直是在 精神恋爱 基本就是在 每周写一封信 每周写一封信 因为我当时的恋爱的人 在 远在他前 继中国版重返20岁 在年初拿下 3.5亿票房成绩之后 电视剧版重返20岁 也宣布让开拍了 接着呢 电视剧重返20岁 剧组在厦门决心的 开机发布会 循远情谈 龟亚磊 韩东军 胡冰青极其亮相 这一回呢 无心法师 韩东军可不会再因搭档的颜值 让网友们心疼了 搭上小华蛋胡冰青 着实叫韩东军 心里每次怎样 只不然一上场 韩东军就先来了 都要帅到 没朋友的捷舞 哇 这意外的超大福利 叫你粉丝们 瞬间把吃不出来 不过 别看咱新晋男神 是有颜值 有身材 更有活力 可到了咱老牌男神 秦汉面前呢 这可都不算啥了 在之后的搭档 三连派环局 秦汉主带着龟亚磊 用各种萌萌大的姿势 反杀了一把 剧中二十岁的追击 然后还是老的吧 值得一提的是呢 此次在剧中饰演夫妻的 秦汉和龟亚磊 是时隔三十九年再聚首 上一代的男神女神 多年之后又见面 秦汉是不由分说的 一把抱起 弄得咱们的龟亚磊 老师有点小紧张呢 我一天说 要对秦汉也对手机 其实我们还讲讲 在讲我坏话 因为你是大众情人嘛 好在你这个戏里面呢 就是欺负你的 很高兴我有个机会 欺负欺负这个秦汉 哎呦雅雷姐可是开口 要欺负秦汉了 也不知道老男神 敢不敢结交呢 欺负我这个事 那我当时很乐意被他欺负了 要是你俩今年真的二十岁 小编真心想喊一句 在一起呀 乐波天综合报道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 我身边这位时尚达人的 这个东大门你应该经常去吧 东大门 你说的是北京哪个东大 我不太清楚这地方 这个是我的问题 发音有问题 我不应该在这后面再而化音 我说的是韩国的东大门 哦明白了 最近我看到说周杰伦 这个天王带着天王嫂 昆明一起去逛了这个东大门 虽然两个人是全副武装 裹得严严实实的 但是还是被眼尖的网友给看穿咯 哎呦 就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呢 就是一开始还觉得很诧异的 迪迪确认一个东大门呢 可以逃到一些 很平价的一些服装的商品了 但是你看看 这个天王和天王嫂 他们都逛这种地方的话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他们就是想到国外去换个地方 然后呢避开很多的人群 散散心而已 但是没想到啊 就像全副武装了 还被很多的粉丝围观 特别的不容易 你想想我们的路人 我们的粉丝是多么厉害啊 不仅眼尖 而且他们当中还是 卧虎藏龙 这一首节目的风鸣呢 直接拉近了明星 与素人之间的距离 虽说呢在荧幕上 明星从来都是 当仁不让的主角 但有的时候呢 碰上一些抢戏的路人 那可是能让明星们身上的光环 瞬间就被碾压到 咋都不剩了 抱着了路人之八卦型路人 当路人还只是路人的时候呢 他们只是一群 普通群众 可当他们遇上了活在头条里的明星时 就会一秒变成八卦群众 今日呢 大黑牛在录制某档明星专权真秀节目时呢 就遇上了这么一家子 大明星耶 大明星啊 谢谢 谢谢 我们非常喜欢旅游 我爸自己还熟悉的 一个人 我也想用一段时间刚刚出来的 那个是冰冰的一个 实战下午 没有我们会支持你的名字 冰冰的名字这样 当了很赞 什么 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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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焦雞家子 当着李成的面 了解八卦 这眉微色舞的样子 小编只能说路人嘛 你们能不能淡定一点 看把我们大黑牛 弄出这身冷汗来 不过呢 妖怪也只能怪平日的 这冰冰链 妄闪太平凡 你让大家伙 不了解一个 还能聊点啥呢 抱着把路人之 加细行路人 要说在真修里 明星们最怕碰上的 就是人来风行的路人 他们虽不是群演 却胜似群演 要是给自己加起戏来 估计能让身经百战的 明星们都吓一大跳呢 哇 不是 我今天 天呐 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今天是六月二号节 这是给我送给我的 节日 我老婆 我这下 我这下 你要什么 我会长得一样 再过去那个 也不行啊 你 我已经耍了 我都在很红色 就来看他会活的 怎么不整 什么 然后我是不是要扮演一些 那种很刁难的师傅的 那种角色 怎么回事啊 一直都说上海那个 出租车师傅就是特别文明的 你这不业老子 你想要我告你啊 哎呦喂 我说这位路人大姐啊 你也太能抢戏了吧 这边花枝呢 还能一边这么盛情并茂的 说笑着 简直是想不红 都不行的节奏呀 好在我们的黄磊老师呢 是出了名的当定 要换其他人啊 这车估计都开得不利子了吧 帮助的路人之自带 反派光环型路人 路人们在结论中呢 大多数的时候呢 都是为明星提供 方便而出现 不是提供物品就是提供线索 可并不是所有的路人 都自带好人光环 有时候呢 当他们卸下天使的面庞 那遭殃的可就是明星了 黄磊化成快递员送水果 因为路上遇到交通事故 不仅耽搁了时间 还未兼挤烂了水果 原本以为可以刷脸道歉 他偏偏遇上了 这怎么行啊 这不能收啊 那这不能收啊 肯定不能收啊 对对对 我这里买的是 几斤啊 这里是 新鲜水果 是小的一个新鲜水果 十斤 十斤 肥肠这个五倍 这个东西是新鲜的 但是香蕉耽误了两个小时 应该 我觉得你们这个很有问题 你的我不能接受 是 您不接受 我不接受 您不接受是对的 去收啊 有这么好生气呢 生活就是这样吧 对不对 谁都知道的黄渤在圈中 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 能将他逼到如此失态 只能说这位路人阿姨啊 您真是有能耐呀 抱着吧 路人之浑然问我行路人 作为素人歌唱选秀节目 好声音的舞台强人被诛 让他的家属等待区啊 也是彩蛋评出的好地方了 尽管了学生们的家属 也都是路人 但其中呢 就有人能以逆天的反应 成功奖金 随着黄凯以特色的嗓音 优异的唱功 成功获得了四位导师的选声 但这都不是重点 在线上呢 他还对站在等待区 相恋青年的女友 陈妹子隔更是爱 并献上求婚啊 我爱你 我希望啊 能够一辈子好好的保护你 哇 这边呢 煽情告白 煽然泪下 而周杰伦在内的斯大导师 也纷纷表示自己 要去后台见证着温馨的一刻 可在后台 目睹了这些的陈妹子 在激动之下 却冒出了这么一句 快看 陈姐的了 快看 陈姐的了 快看 陈姐的了 我说这位陈妹子 你的心事有多大呀 这让刚跟你求婚的 男友情和女孩 其实呀 这一千个路人 就有一千种的打开方式 对于明星们来说呢 他们究竟是天使 还是恶魔 那就得仔细辨别 细细地观察了 要是遇上那些人 来风又爱抢势的路人 可别再端着菱形架子 收拾好心软 总为上季才是呀 乐阪连组合报道 好 这位欢迎回到 波里区的 要冠名播出的娱乐翻篇 我是小金陈 大家好 我是汪牛 这日还是要提醒大家了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记得要参与到我们的 手机微信 摇摇摇电视的 这个环节当中来 把礼物带回家了 你看 你不要这么心急好不好 是是是 机会要留给大家 是 说到我们节目呢 我们的互动环节 还真的特别多 其中还包括一个 王祖兰葱油头环节 大家呢 只要上传你们模仿 王祖兰葱油头的 这个视频或照片 到网络上 并自带王祖兰葱油头的话题 at我们娱乐乐饭店的 官方微博 这样呢 我们会选出特别精彩 特别搞笑的视频 在我们节目中播出 如果一旦被选中的话 一样有奖品 再送给大家哦 是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 娱乐圈那些好消息 哎呀 有人是二胎哦 昨天 袁晨杰 携妻子陈千千 在上海举办小孩子 小宇宙的满月酒 曾经的绯闻对象西威 更是与老公李承轩 一起到场祝贺 话说袁晨杰与经纪儿 陈千千自去年十月 举行婚礼后呢 火速带下千斤小包子 这才刚刚过去一年 袁晨杰又喜得一子 人生也是完美的 凑足了一个好字 再度升级当爹的 袁晨杰感慨换签 亲自也完全放在 两个孩子身上 甚至考虑起 两个娃娃的终身大事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大奖 抽到之后 打拍应该是一张 恭喜你成为 小包子和小宇宙 未来娃娃亲 定萌永久生肖 哇 如此独特定娃娃亲的方式呢 袁晨杰你的脑洞也是够大的呀 难道袁晨杰心中 有想要结婚嫁的萌娃 你自己想要结婚嫁的 那叫自由恋爱 你看所有家里 对 对 原来七个家的千斤 是被袁晨杰给叮伤了 但袁晨杰的趋又放眼 儿媳妇必须颜值高又贤贵 小编我说 你的要求还真不不雅 人家七位 还不一定能够答应呢 这个 就再问问他 说实话 我也不一定同意 我没看过他家 Lucky的 袁晨杰凑起好字 儿女生选 这边的应彩孩 也将二台计划提上日程 昨天人妻应彩孩 一身休闲装扮 亮相上海出席活动 虽然以为人妻 为人母 但是应彩孩的身上 总是保有着一股少女的活力 前不久那身应彩 与陈晓晨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然而在网上 风传了一段甜蜜视频 将恩爱嗅到了最高境界 哇 这如此恩爱的应彩 与陈晓晓晨 也做好了 生二台的准备了 有没有意思说 马上要生的计划 今年来不及的 明年 明年会准备的 我目前的 就是 感觉可能是会是 会是生儿子 女儿是爸爸的棉袄 固然没错 但是如果女儿 长得像爸爸的话 就不是说特别好 所以 哎呦 别这么说 我们家的山极哥 怎么说呢 陈晓晨也算是 丑帅界的一哥呢 则是能理想到 一向霸气的 山极哥陈晓晨 居然无法接受 印彩穿短裙出门 还多次劝印彩 要穿得保守一点 他觉得我穿衣服 比较 有一点 暴露的感觉 他会尽量让我穿 保守一点 但是因为女孩子 没办法 小便丁丁 想不到陈晓晨 还有个老干部的心呢 老板 综合报道 哈喽 大家好 波瑞区娱乐 显用心环节 赶快看一下 我昨天问题的正确 他那就是宇全 在这要恭喜 这两位的幸运观众 就可以获得波瑞区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苏醒金笔签名的专辑了 是的 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必出这个手 是谁呢 叫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波瑞区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还有呢 就是我手中这本 胡夏亲笔签名的写真集 以及定十月初五月光 送给大家的小饼干哦 是的 刘多多 希望大家赶紧来索取咯 中午愉快 下周推时间 我们去相会在娱乐罗 我们先去相会 下周见